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从今天开始,我将为你陆续介绍《讲坛社日本的历史》系列作品。 日本是中国的邻邦,无论喜欢与否,这个邻居就在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无法选择。 了解一点关于这位邻居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把握周遭的环境,更好地面对未来。 其次,在古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影响日本的发展。 很多时候,中国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掀起一充波浪扩展出去,就会对日本文明产生重大影响。 那这意味着,日本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换个角度观察自己的过去。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曾经快速发展,但也一度对东亚犯下罪行,中国便深受其害。 从这个角度看,了解日本历史是必要的,这既是为了总结进步的方法,也是为了避免苦难的重建。 正因为这些,中国人一直都比较重视了解日本历史。 我们走入任何一家综合性书店,总会看到不少关于日本史的读物。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套《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坛社为庆祝建设一百周年而策划的县礼之作。 讲坛社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之一。 此前,讲坛社出品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兴亡的世界史》系列丛书,不仅在日本国内,也在中国国内掀起热潮。 了解了日本人如何看中国,如何看世界,现在轮到了解日本人如何看自己。 同之前的《中国史》系列、《世界史》系列一样,这一次讲坛社继续汇集了一批日本顶迁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请他们分别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写作。 这套丛书原版26卷,这次中文版引进其中的10卷,大致勾勒了日本文明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弥生时代草创期到19世纪明智维新迈入现代化,这样一条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 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中义本的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讲的是日本第一个统一的政权是怎么诞生的。 由于时代久远缺少记录,很多历史书在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习惯性的以传说故事来填补空白。 但今天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考古学家,名为四则勋,他被称作研究日本弥生时代的第一人。 在这本《王权的诞生》中,四则先生列举了一重又一重的证据,让我们看到日本文明有点到现在到面的发展过程。 你会发现,日本早期文明的很多关键截脸,其实是中国历史的波浪向外翻腾而出发的。 比如,日本从鱼猎采集的蒙昧时代,进入部落制社会,得与我国移民带去了道种。 再比如,日本早期的小型部落,能够向大规模统一政权逐渐演变,与中国古代的生产技术、宗教思想和多次外交支持有关。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早期历史,然后再具体看看水稻如何传入日本,并引发了连锁反应。 第二部分,我们看公元三世纪前后,也就是我国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的文明为何能步入快速发展的正轨? 所以,日本王权又是如何诞生的? 讲中国历史,我们的历史课本在介绍夏商周以前,都会简要介绍一下史前时代,比如,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原谋人,北京直立人,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养烧文化和目睹文化等等。 同样,日本弥生时代以前,也经历了石器时代,名为神文时代,这得名于那个时代的陶器上,大多都印有绳字的文样,所以叫神文。 在日文原版26卷本的日本的历史中,第一卷讲的便是神文时代的历史。 神文时代的日本还处于完全的史前社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了解的意义并不大。 另外,神文时代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争议,比如,关于神文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说法就非常多,而且差别很大。 早的话,有人主张16000年前神文时代开始,但晚的话,也有人主张其实在5000年前神文时代才开始。 所以,中文出版方并没有引入日文原版的第一卷,而是直接将原版的第二卷作为中文系列的开篇制作, 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王权的诞生》,它讲的是日本的弥生时代。 所谓弥生时代,弥生是东京地区的一个地名。 19世纪,一些考古器物在东京弥生厅被发掘出来,由此掀开了弥生时代的面纱。 根据本书作者四泽勋的观点,弥生时代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持续了500多年。 这500多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弥生时代前期,大致对应我国战国末期和秦朝时期有100年左右的历史。 弥生时代中期,大致对应我国的西汉王莽时期有200多年的历史。 最后的弥生时代晚期,大致对应我国东汉三国时期200多年。 那弥生时代在日本历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作者给出明确的答案,日本文化始于弥生时代。 在弥生时代以前,日本是完全的原始社会。 但正如本书题目,到了弥生时代,王权诞生了。 原本一盘散沙的原始民众开始逐渐聚合成政权,日本的历史正式开启了。 而弥生时代的到来,要从一种植物说起,这就是水稻。 一直以来,日本人以种植水稻为生,以大米为食。 用作者的话说,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点。 而水稻这种作物啊,它的故乡在我们中国。 有学者说,水稻起源于中国云南到印度东北一带。 但大量的考古证明,水稻或许源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比如,考古学家在浙江和睦度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稻谷和农具的遗址。 在湖南里县的八十档,甚至出土了公元前7000年的稻谷残留和相应的农具。 本书作者认为,日本的水稻就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传入的。 早在神文时代,水稻或许已经零零星星地传入日本猎岛。 但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水稻短时间内在日本猎岛快速普及,并将日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弥生时代。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作者认为,日本水稻快速普及有个关键因素,这就是外来移民渡来人登陆日本猎岛。 所谓渡来人就是从大陆渡害而来的人。 日本猎岛中最靠近大陆的岛屿是九州岛。 有学者比对了九州岛北部渡来人的遗谷和中国同一时期的人谷。 通过分析线粒体的DNA,发现渡来人的人谷跟中国山东半岛江南地区出途的人谷有较高的亲缘性。 那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猎岛呢? 对比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弥生时代开始于公元前四到三世纪,这是我国的战国后期,七国争霸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不少民众为了求生,经由朝鲜半岛渡海前往日本猎岛逃难。 除了战争移民外,作者还提到商业贸易的因素。 中国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当时涌现出很多著名的商人。 比如我们熟悉的孔子的弟子子贡,还有帮助越王勾建富国报酬的大商人范李,以及既搞商业投资,也搞政治投资的吕不韦等等。 商业越发达,商人们的远距离活动就越频繁,一些人就可能去了日本猎岛。 总之,在战争和商贸的影响下,一批中国人登陆了日本猎岛,他们不仅为日本带来了道种和耕作技术, 还有配套的灌溉技术,青铜旗制造技术,很快日本猎岛上出现了一批批的环蚝聚落。 什么是环蚝聚落呢?环绕聚落挖钩就叫做环蚝,它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洪水猛兽以及敌对势力的侵袭。 蚝钩有两重,分别是内蚝和外蚝,内蚝相对要更安全。 想象一下,围绕聚落挖两圈钩,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 而且,挖好蚝钩后,谁住在相对安全的内蚝,谁住在相对危险的外蚝呢?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猎岛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地位高的人可以调动人力,同时享有住在内蚝的特权。 这种现象,其实是水稻传入日本猎岛后引发的连锁反应。 首先,种水稻需要多人配合,水稻种下去还需要信心养护,这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 另外,种水稻需要平坦的土地,同时需要丰富的水源,这需要有人协调管理。 同时,统领大家保护这些宝贵的资源,不受外人的侵犯。 于是,一个又一个聚落出现了,每个聚落都有首领协调生产,组织成员保护现有的资源,争夺更多的资源。 显然,这位首领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人,他享有更多特权可以居住在内蚝中最安全的空间。 不过,还蚝聚落这点政治规模,无非也就是一个村长的量级。 日本社会要想摆脱原始状态进一步聚合,还需要别的力量的加持。 你或许还记得作者的那句话,水稻是日本文化的原点,所以我们继续沿着水稻耕作来讲述。 在弥生时代,水稻种植虽然有了肉眼可见的发展,但水稻收成毕竟受大自然的制约,要想丰收,农民除了要勤劳,也得托老天爷的福。 于是,各个聚落内部出现了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 我们知道,祭祀有个突出的特点,一定要神秘。 在古代,能把祭祀的门道掰扯清楚的人影响力一定不小,于是,一些人就借着祭祀这个手段来影响更多的人。 那别人凭什么听他的呢? 这不只是口齿伶俐就行,还要有更具有威慑力的工具。 那个时候,一些族群首领学习了从大陆传来的青铜制造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和丰收的繁琐仪式。 于是,他们就有样学样把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祀用品,祈求丰收。 借着这些手段,一些首领的影响力不断的增强。 你看,通过重水道,修还豪,组织祭祀活动,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聚落,但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 最初的聚落都是一个个农耕单位,首领组织大家在附近的土地上生产。 那如果人口增加,耕地不够,怎么办呢? 资源不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开打。 在原始社会,总体来说,自然资源的规模要远超人口规模,打仗那是要伤及性命的,没土地开垢一块新的,成本可能会更低。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时期,日本列岛的一些成熟大聚落,由于人口过载,会定期把一些人口疏解出去。 那什么人出去开辟新天地呢? 离开熟悉的环境,毕竟很危险。 那些不得不迁徙的族群,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不过,新生的子聚落,距离母聚落并不远,他们往往会发展成部落。 同一水系的几个部落呢,还会结合成部落联盟。 而若干的部落联盟,也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群。 作者把这样的部落联盟群称作国, 将部落联盟群的负责人称作王。 听到这儿,你会不会疑惑? 几个部落联盟凑在一起就叫国,负责人就叫王,这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的确,很多学者并不主张这种说法。 本书作者之所以持这个观点,主要是采用了中国史书的记载。 中国古代官方在编修前朝史书的时候,也会把周边政权的信息记录下来。 但古代的通信手段很有限,周边政权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并不清楚,所以啊,史书中有不少想当然和道听途说。 比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列岛上国皆称王,世事传统。 由于中国古代史书对日本列岛政权的称呼相对统一, 所以呢,本书作者也沿用了这些叫法。 相当于五国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原本呈点状分布的聚落,沿着河流冲击平原,形成了线状部落, 进而发展成面状的部落联盟,甚至呢,有更大的部落联盟群,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国。 你看,日本的历史又前进了好几步。 但话说回来,只是靠母聚落增生繁殖,这政权成长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个别大型的部落联盟群,要想寻求更快的发展,就要充分运用到战争的手段。 战争往往能给早期政权成长注入催化剂。 发动战争的时候,部落联盟群的成员一致对外,联盟群内部的各种资源要听凭王的调遣。 这个过程中,王的权力在不断的增强,联盟群呢,也从各联盟相对自由的合作状态迅速向王聚落。 书中提到,战争可以说是日本列岛国家诞生的必要条件。 而日本列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是九州岛的北部地区,所以呢,这里的国家化进程也最快。 请注意,日本的国家雏形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熟悉的京都奈良这些地区,而是在九州岛的北部。 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按照作者说法,在公元前三世纪末,也就是我国秦朝时期,日本的九州岛北部地区发生了多次战争。 连续作战使各个部落联盟群的国家轮廓越来越清晰。 这一时期,联盟首领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象征军事权利的青铜武器,以及象征宗教权利的镜子玉器。 如果你关注日本皇室,你会知道,日本皇室有三神器,一把剑,一面镜子和一块玉。 这样的传统便始于弥生时代。 我们做个小节,种水稻休还豪组织祭祀活动发动战争,日本列岛星星点点的小聚落逐渐发展聚合为部落,部落之间会形成联盟,一些部落联盟甚至有可能发展为部落联盟群,也就是国。 但日本岛北部的那些所谓的国,根本无法同中国同时期的国家形态相提并论,显然啊,那些国的发展水平还很低,结构松散,边界不清楚,甚至呢叫不出名字了。 那到什么时候,日本列岛的政权才生长出版图比较大,结构比较复杂,并且能被外人清晰辨认的国家呢? 接下来,我们将见证一个关键时刻,日本列岛出现了能被人叫得上名字的政权。 先请你想象一个场景,当你来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日本列岛,随便问一个当地人,你是日本人吗? 他会怎么回答你呢?他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啊,日本这个词是在中国唐代诞生的。 公元702年的秋天,武则天统治时期,一支浅唐使队伍抵达唐朝的楚州海岸,楚州就是今天江苏北部的淮安延城一带。 当地官员询问来者身份,浅唐使回答,我们来自日本,这是日本作为国号对外使用的最早文献记录。 而日本作为国号在内部使用,相传是日本前史的13年前,也就是689年。 那在此之前,日本的名称是什么呢?答案是窝国,就是七纪光抗窝的那个窝。 根据收文解字,窝有遥远的意思,由于中国古人并不了解日本列岛的情况,所以就用窝国来笼统地指代远方日本列岛上的各个政权。 在公元前二世纪,窝国涌现出了两个明星政权,一个叫伊都国,一个叫奴国。 这两个政权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是因为伊都国和奴国都位于距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岛北部,进水楼台,两国分别与汉朝建立了联系。 这个事情还得回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西汉国力强盛,汉武帝开始对外用兵,并在公元前108年将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在那设置了四个郡,分别叫勒浪、陵屯、针藩、玄图。 后来,灵屯、针藩、玄图都消失了,只剩洛浪郡留了下来,并存在了四百多年。 对于汉朝来说,洛浪郡是控制朝鲜半岛的前进基地,而对于日本列岛的伊都国和奴国来说,它是与汉朝直接交流的宝贵窗口。 以前,日本列岛引进工艺技术,大多需要经朝鲜人转手。 现在呢,日本列岛可以与汉朝建立稳定的联系,不仅学习了政治经验,还掌握了金属器的生产技术,无论是制造农具还是制造兵器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伊都国和奴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成为窝国的王中之王。 作者认为,这件事情还有更大的意义,这就是日本列岛的政权在东亚世界终于有了存在感。 从此之后,日本列岛的政权在中国史书中终于有相对清晰的画像了。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公元107年,汉安帝在位时期, 《倭国国王率生》向东汉进贡了160多个奴隶,这位名为《率生的国王》,本书作者认为,正是伊都国的国王。 在公元20世纪左右,伊都国联盟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奴国联盟, 最终九州北部地区出现一个以伊都国为首的较大型的联盟。 中国史书中的《倭国》终于不再是个集合名词,而是有了特定的指示。 当然了,中国史冠对于伊都沃国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但是已经意识到这个政权在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比较大。 日本列岛上的各个小国都是先集结到伊都沃国的国王率生的麾下, 再向汉朝前使朝贡的。 但是后来的日本并不是伊都沃国发展而成的。 伊都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有赖于与汉朝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到二世纪后期东汉末年国家动乱, 尤其是184年黄金起义爆发后, 汉朝皇帝自顾不暇, 哪还有时间关心沃国的事情呢? 很快, 这个消息被伊都国统治下的盟国获悉了, 长久以来积聚的不满很快就爆发了, 伊都沃国联盟由此发生了内乱, 伊都国王从盟主的位置上被扯了下来。 旧的沃国联盟崩溃了, 那谁能取代伊都国王丹齐沃国的名号呢? 很长一段时间啊, 仗打来打去, 但新的盟主就是确定不下来。 后来一些盟国改变思路, 通过做下来协商的方式成立了一个新的沃国。 只是这个新生沃国权力中枢不在原来的九州岛北部, 而是转移到了本州岛的奈良盆地。 事实上, 这两个地方距离并不远, 打开地图你会发现日本的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维合成赖户内海, 北九州大致位于赖户内海的西部出口, 而奈良呢位于赖户内海的东方。 新生的沃国不仅重建了秩序, 还塑造了更强大的王, 作者特别把新生沃国的首领称作大王, 以此来区别之前普通的部落联盟群的王。 那到底是哪个政权扛起了新生沃国联盟的门面, 推动沃国继续发展呢? 还是那句话, 由于缺乏史料, 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 但有个相对被认可的说法, 这个国家是位于奈良盆地的耶玛台国, 也有人读作邪玛台国或野玛台国。 野玛台国的强大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影响。 三世纪初正值东汉末年大乱, 汉朝东北地区被公孙氏割据, 公孙家族中有一个叫公孙康的人, 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 关渡之战袁绍病逝后, 他的二儿子袁熙, 三儿子袁尚曾逃到辽东, 结果被杀, 他们的首级也被交给曹操, 这件事就是公孙康干的。 作者认为, 耶玛台国极有可能获得了这位公孙康的支持。 我们知道后来公孙氏被曹魏政权吞并了, 耶玛台国的统治者随机应变, 开始向曹魏前使朝贡。 根据三国志中《魏治涡人传》的记载, 魏国国王册封窝国女王卑米乎为亲卫窝王, 并赐给他黄金印玺和紫色受戴。 曹魏为什么要交好一个并不熟悉的海外政权呢? 作者猜测, 曹魏政权或许是出于远交进攻的考虑, 曹魏政权觉得, 倭国那应该是一个互数过万的大国, 希望倭国能够从海上配合曹魏夹击东吴。 总之, 在公孙氏和曹魏政权的先后支持下, 耶玛台国统治者成为新生倭国的大王。 但这里有个问题, 之前的伊都倭国同样获得了中国朝廷的支持, 为什么耶玛台国的统治者能获得大王的称号呢? 当然, 与中国朝廷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是个重要原因。 但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分析, 作者认为, 耶玛台国的强大得益于卑蜜狐女王吸收并且利用了来自中国的道教思想。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 我国四川一带流行五斗米道, 这个教派规定, 入道的人必须交五斗米因此得名。 后来, 五斗米道的教主张鲁甚至在汉中地区建立起 政教合一的势力。 而在黄河下游地区, 道教的另一个分支太平道非常流行, 这正好处于公孙氏以及后来魏国的势力范围。 如果对照日本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来看, 耶玛台国的女王卑蜜狐是一位神秘的女祭司, 她有高超的法力强大的政治手腕。 不过, 本书作者认为, 历史可能是卑蜜狐改革了传统的祭司, 通过整合各个政权的祭司仪式, 并吸收了中国道教的思想, 一套新的祭司规范诞生了。 虽然看起来, 耶玛台国统领的新生国国, 似乎也是部落式的国家联盟, 跟之前的伊都沃国联盟差不多, 但是卑蜜狐的祭司改革, 打破了各个盟国之间的祭司文化差异。 从此以后, 沃国联盟内部共享同一套祭司规范和政治规则, 这个措施大大加深了成员对联盟的认同感。 如此一来, 耶玛台国主导的新生沃国, 便能在伊都沃国无法企及的广大地理范围上, 建立一个庞大的王国。 耶玛台国的统治者, 也因此从普通的王升格为前所未有的大王。 左专中有句名言, 国之大事在四宇荣。 其实啊, 祭司和打仗对于全世界很多的古老政权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耶玛台国掌握了新的祭司规范以后, 还垄断了一种战略资源, 这就是铁。 铁是制造武器和农具的原料, 但是日本列岛缺少铁矿, 铁需要从朝鲜半岛进口。 而新生窩国垄断了铁资源, 这就意味着它控制了新生窩国的军事命脉和经济命脉。 为了保证铁资源的稳定供应, 耶玛台国主动出手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扶植政权。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这时的新生窩国已经不只是东亚世界的普通成员, 而是存在感相当强的成员了。 当窩国成长至此, 日本历史已经悄然从弥生时代进入新的阶段。 弥生时代的符号是水道。 由于有了水道, 日本列岛的发展开始起步。 而之后, 从三世纪后期到六世纪末, 大致相当于我国西晋时期到隋朝时期, 日本的这段历史也有一个符号, 这就是古坟。 因为在这三百多年间, 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万座坟墓。 这些坟墓的外形都有个鲜明的特征, 前方后圆。 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正体现了日本王权的发展。 因此, 接续弥生时代的那三百多年被称作古坟时代。 到这儿,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回顾日本王权的诞生过程, 你会发现, 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许是关键推动力。 战国时期, 一些中国民众为了躲避动乱而逃难到日本列岛, 他们带去了水稻种子和种植技术, 使当地迅速摆脱了原始状态。 日本列岛上由此出现了一个个点状的聚落。 随着聚落分解扩张, 再加上来自大陆的宗教祭祀仪式, 又使点状聚落聚合为顺沿河流生长的线状部落。 而一系列的战争加速了日本列岛的政治化, 出现了面状的部落联盟, 甚至是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群, 代表便是最初九州岛北部的伊都沃国。 但伊都沃国并没有长大, 日本第一个组织规模庞大, 统治者权力强大的政权, 是奈良盆地的耶马台国。 依靠曹魏的政治支持, 以及中国民间的原始道教朝鲜半岛的铁器, 公元三世纪的耶马台国政权, 成为新生沃国当之无愧的盟主。 然而到这个时候, 日本的王权还没有最终形成, 我们知道日本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天皇是怎么出现的, 他的权力和沃国大王的权力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 日本这个名称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他与最初的沃国是什么关系? 请关注讲坛社日本的历史第二卷, 《从大王到天皇, 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喜欢日本历史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